這集呢就是挑戰滑雪比賽 比較有難度的地方呢 就是這一關有時間限制 我們要在4分鐘以內 然後到達終點 那這一關呢 其實都有路線的指標 如果不小心滑過頭呢 碰到邊邊的時候 它這個滑雪板就會不見 如果還沒有玩過這一關的人呢 可以看一下路線 這樣比較不容易出錯哦 那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都要用跳的 不小心撞到雪人的手 那從一開始呢 到達這裡的時候 其實都不太困難 比較有難度的應該是這個平台 就是要跳這個圓圓的 這個圓形平台呢 其實每一個間隔都不太一樣 那如果說你不小心 跳到這個邊邊 它就會變慢 然後就會跟我一樣掉下去 這裡呢 就是要掌握它平台跟平台之間的距離 然後到正確的位置再起跳 就比較不會出錯囉 啊太早跳 等滑雪板出現呢 要有一段的時間 那到這裡呢 我是沒有按照它的路線走 因為我覺得有點慢 按照它的路線走呢 是S1到 那我一樣呢 會撞牆 所以我的滑雪板也是會不見 就乾脆從這裡呢 直接用跳的 接下來呢 也是有平台的部分 然後一樣是要抓一下它的距離 完蛋我撞到了 沒關係時間還夠 再一次 那我們盡量呢 就是抓直線去跳 比較不會撞到這個圓圈 嗚嗚 越到後面 其實它的彎道就是 我覺得視角啦 要稍微切一下 啊 我的滑雪板又不見了 哎呦 什麼 後面呢 都是這種斜斜的彎道 我覺得有點難掌握耶 啊 啊 啊 到這邊呢 我們也快到終點了 時間呢 是足夠的 所以大家 大家不用擔心 最後一步呢 就是我們要跳到這個終點平台 距離其實有點遠 路線的部分就提供給你們啦 這一關呢 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